现场徐中卫上任以来积极推动基础建设改善水环境 也陆续优化县内的亲子油气场所 花莲县政府挹注上亿元的经费规划设置多座的共荣式游戏场 不仅符合都市发展潮流也兼顾着弱势族群的人权 目前已经有9座的共荣公园逐步完工启用 加会不同年龄层还有各种需求的民众 在这场疫情当中悄悄掀起公园革命 主要强调Pay for all的概念 强调全年年都可以使用的邮据 甚至连行动不变的长者或是身心障碍者的朋友们 都可以来自享受的游戏空间 涵盖了东大门公园游戏场 中山公园游戏场 西小川公园游戏场 美轮西宠物公园 台平洋共荣公园游戏场 玉里正面广场公园游戏场 以及赤卡轩绿森林公园清水公园内三个园区 玉里正在规划各个共荣室公园游戏的时候 真正落实了神异式民族的概念 就法令以及建筑书上分析取得评论之后 投授在各个公园的公共建设上 县府在最近这几年 我们推动有关于共荣公园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几个公园里面做了一些游戏场 这些游戏场像我们包含了中山公园游戏场 然后东大门公园游戏场 以及七角川西七角川公园 还有太平洋公园 我们在玉里也有打造一座正名广场游戏场 我就举例以东大门夜市的游戏场来说 因为我们东大门夜市的公荣公园游戏场 它是在东大门夜市的南边 就是东南侧 东南侧这个地方这个位置 在过去它是一个山坡 一个小山坡 去的人比较少 大家大部分都是在夜市 比较靠近北边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它其实 对于整个夜市来讲 还有整个阳光电城的周边区域来讲 它是属于比较暗的一个死角 所以我们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地形上的一个特殊性 我们把这个小山坡 小的这个坡度 利用它的坡度的高差 做了一些像溜滑梯 特色的溜滑梯啊 或者是一些攀爬的 具有一些攀爬比较有挑战性的这样的一个设施 那当然我们也有放一些就是比较适合 第一年龄层的 更小的小朋友玩的这个小的游距 那这个区域呢 它把整个东大门夜市的人潮吸引过来 所以说不会让整个东大门夜市 只是人潮偏于北边 那在比较靠近南边 尤其是这个我们在旁边的日出大道的山甲公园也完成之后 它整个区域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开放空间 这个是我们在当初规划东大门游戏场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构想 旧民众关心的安全认证 欢迎表示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 台湾的安全认证法规相当严谨 美洲公共市游戏场在设计之初 针对安全认证可惜性评估 邮具设置完成之后 也有专人进行防撞 缓冲各项检测 当然也会针对民众反馈 持续改善 县市处长邓紫宇表示 欢迎政府致力于打造优质的公园绿地公共空间 目前既有开辟的游戏场 会持续优化其共荣室的概念 显示空间妥善应用 而都市计划中未开辟的公园绿地 则会逐年进行检讨开发 也希望藉由县政府所推动的 九座共荣公园作为示范 将共荣室的概念 以及特色游戏 推展到市场小镇市公所 共同来合作打造幸福华林城市 接下来就会 欢迎欢迎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